那呢,开始带领大家练千年传承下来的太极回春宫 我们现在呢,开始就预备式 早晨的时候呢,朝东边,中午向南 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就朝着月亮出身的方向 身体直立 现在两腿病浓 身体放松 两臂自然下垂 身体正直 命门放松 目视前方 如果前方有看着不舒服的障碍物 就可以看着前方两三米的地面 目光回照全身 心情放松 面含微笑 带着一颗感恩的心 感恩皇帝老子 历代祖师 感恩父母亲人 感恩大自然的一草一木 感恩自己的身体 今天 能够听到我这段语音的人 都是与大道有缘的人 我现在把我波联求道 得来的一个秘诀告诉你们 就是感恩 就是感恩 感恩 你才可以连接 你可以连接上主师的能量 就像一根天线接上 如果你真的连接上了 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不一样 有电流 有到身体 还会有诸多的反应 你们可以慢慢的自己去发掘 这股加持力 会大大的增强 练功的进度 现在 心神安宁 面含微笑 嘴角上扬 能够学到这么好的功法 是我们的福报 全身放松 全身的每块肌肉 每节骨头 关节与关节之间 完全放松 一点力气都不用 沐浴在主师的光的加持之中 全身舒畅 呼吸越来越深长 现在自然的呼吸 慢慢的 自然的吸气 呼吸 呼吸 一点一点的 到达 丹田的底部 自然的呼气 再来一次 轻柔 缓慢的吸气 慢慢 慢慢的 到达 夏丹田的深处 呼吸 越慢越好 其实 太极回春宫 特别简单 通过转动两个肩 来转动 双肾 在我们的传承中 双肩 连着双肾 成年人都是 圣经亏虚 以至于百病重生 那么养生治病和修行的第一步 就是填补圣经 那么 这个太极回春 是怎么来填补圣经的 等我们练完功 那我会再找时间 给大家详细的讲理论 好 现在 左脚 向左 平行 迈开一步 两脚与肩同宽 或者略宽 身体 慢慢的下蹲 就好像 臀部下面 有一个凳子 屈膝 但是注意 重力 不要放在膝盖上 你现在呢 可以 眼睛朝下看 透过你的鼻尖 往下看 你的两个膝盖 应该是 跟你的两个脚趾尖 呈指为直 这样子 就算是 公到位了 因为练功先练腿 人老先老腿 所以呢 在 站桩的基础上 来 习练 太极回春功 既 有了 站桩的 优势 又 不避免了 站桩的 弊端 我们现在 要慢慢的 将 两个尖尖 轻轻的 转动 画圆 顺序呢 就是 前上 后下 注意啊 只有一个顺序 就是 肩膀往后 转圈 没有往前的 对于首次练功的人 我们可以轻轻的吸气 顺势把双肩提起 慢慢的越提越高 越提越高 在两个肩膀 高到不能再高 好 慢慢 慢慢的 放下 好 再来 轻轻的吸气 提肩 慢慢 慢慢 往上 上到最高处 好 通过了刚刚的 一些预备动作 现在呢 我们开始正式的 炼太极 回春功 下身还是保持 站庄的 指示 膝盖弯曲 注意 命门 放松 命门呢 就是在我们 不起眼的 正后方 简单 简单的来说呢 你用你的手 从你的 尾铝 往腰上摸 不能够有 曲线 也就是不能够 塌腰 当你的命门 放松之后 也就是当你的 松腰 做到位之后 你的气机 才可能 上下 畅通 当你做到位了 你就可以感觉到 你不光是上半身热 你的热流 同样可以到达 下半身 好 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两个尖 往前 慢慢慢慢的上 在我还没有说 到达顶部之前 还在往上 现在 在肩 已经到达了 最顶端 慢慢慢慢的 往后 转 扩胸 胸腔 一点点 的打开 把你的胸腔 一点点的 打开 两个肩胛骨 有点往后 加 往后 一点点的 加 好 现在 两肩 从后面 特别特别 慢的 往下落 特别 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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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好 越慢 越好 你就可以感觉到 你的两个手臂 有一股股的热流 往下涌 并且 你的口腔里 渗出口水了 刚刚 我们只是做了一圈 好 我们现在 再来做 第二圈 肩肩肩 往前 前 全身放松 不要抬手臂 现在我们全身的 每个 在我们全身的每个部位 都是放松的 只有肩肩肩在转动 手臂自然下槌 不要抬手臂 两个肩肩慢慢的往上 还在上 还在上 还没有到达顶部 好 现在上到最高点 慢慢的往后 往后扩胸 把胸腔 一点一点的 打开 让胸腔 打开 肩胛骨 往后 肩胛骨 往你夹 这里呢 是我们的 膏肓二穴 所以古人说 病入膏肓 当你的病气 入了肩胛骨 里面的 膏肓穴 这个人就 无药可救了 那么我们这一节 动作呢 就可以帮助 把膏肓穴 里面的 病气 排出来 特别特别 慢的往下落 越慢越好 越慢越好 特别特别慢的 往下落 就会感觉到 手臂到手指 有热流 往下涌 指尖 可以感觉到 发麻 发脏 有 挣扎的感觉 这个 就是气感 所以我们这节功 练气感 是最快的 会比很多的功法 都要 来气感 都要快的 多 好 我们再来 继续做 现在 依然是全身 放松 我们身体的重力 慢慢慢慢的 往下写 写到你的脚底板上 与大地相接 不要让你的膝盖 过多的受力 命门放松 好 双肩 慢慢慢慢的 往上 往上 上到 最高点 慢慢慢慢的 往后 把胸腔 打开 往后 可以停会儿 肩胛骨 往你夹 你就可以感觉到 你的口腔里 渗出 甘甜的口水 这个就是 金金 余业 人体内的 大药 这个口水 就是宝贝 我们中国 古代的 古代的药 就是 自 加水 指的 也就是 口水 也就是 圣经 我们后面的 课会讲 这个口水 如何入圣 变成 圣经 好 你们继续 慢慢的 做 把这一圈 好好的 体会 把你的 觉知 放在你的 身体 之上 感受 你的身体 好 我们继续 面含 微笑 嘴角 上扬 双肩 慢慢 往上 上 不要紧张 你手臂的 肌肉 不要紧张 慢慢的 上到 最高点 慢慢的 往后 打开 对我们的 心肺功能 有非常明显的 增强作用 对于 呼吸 不畅 呼吸 一段 阻 心脏 病的 对接 可以说是 一肝 健 然后继续 往后 扩 你就会 发现 你的口水 一点一点的 渗出来 而且这个口水 它是有一点 甘甜的 这个就是 津津 雨液 特别特别 慢的 往下落 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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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股的热流 往下涌动 如果你松腰松垮 做到位了 这股热流 光是在你的上半身 还可以直接 蔓延到你的双腿 和用拳血 好 再来一圈 往前 慢慢往上 慢慢还在上 好 到达了最高点 慢慢往后扩 让你的口水 明显的增多起来了 慢慢往下落 越慢越好 会发现你的指尖 手掌 发麻 发脏 像针扎一样 这个就是气 通过转肩 现在气血 到达了我们的神经末梢 因为手指 脚趾 头部 是离我们 心脏 最远的地方 也就是神经末梢 所以很多 气血循环不畅的人 他就会长连 手脚 冰牙 脸上长皱纹 通过 这样一节 简单 有效 千年密传的 回春功 只要你按照 我的 标准来做 你很快 就会觉得 通常 虽然我们外部 看上去是特别 缓慢的动作 但是 现在 我们现在体内的气血 运行 却是非常的快 你的外在 缓慢 你内在的气血 运动 就会越快 我们的面部 也开始 变得红润了 等一下收工 你们可以照一下镜子 在你前后 你的面部 明显就不一样 你的脸部 开始变得 红润 有光泽 眼睛 变得明亮 头脑 清醒 身心 愉悦 好 我们再来做一圈 前 慢慢 慢慢的上 好 现在到达了顶点 慢慢 慢慢慢慢的 往后 扩 把胸腔 打开 我们平时的压力 我们平时的压力 还有积累的情绪 就可以通过这个动作 释放出来 慢慢的 慢慢的往后扩 因为我们平时 毒素 就是 积累在了肩颈穴 现在 现在通过你 转动这个肩颈 它就让 这个胆筋的 输泄功能 得到了畅通 让你全身的 让你全身的病气 毒素 压力 负面的能量 排出去 现在 特别特别慢的 往下落 越慢越好 你就可以感觉到 很明显的气感 指尖 非常麻 现在全身 热流 涌动 气血循环 非常的旺盛 我们的肾 在轻轻的 充满活力的转动 逐渐 逐渐 恢复了 它的功能 当你这样 天天做 你的圣功能 就会恢复得很快 圣经 会明显的 增多 有参加过我们 面授课的学员 现在可以 精进入圣 还没有参加 面授课 学员 你们可以 养头 上身放松 腰部放松 胸口放松 往后弯腰 口对足天 来吞口水 好 通完口水后 现在慢慢的 折起身子 双手 双手 搓 双手掌 非常用力 平命的搓 让你的双手 像火一样烫 用力 使劲的搓 及时下 当你的双手掌 像火一样烫的时候 现在 用我们的双手掌 敷我们的双眼 盖在我们的眼睛上 这股能量 会灌入你的眼睛 灌入你的上丹田 好 再次的搓手 拼命的搓 用力的搓 像火一样烫 一个手掌 放在百灰穴上 一个手掌 放在 我们的 后颈部 也就是大椎处 搓 搓我们的脖子 大椎这一块 把这个汗擦干 特别是你们在户外 练功 或者是水边的时候 特别注意 有一些细节你不注意 外面的寒湿器 就会跑到你的身体里面去 要把这个汗搓干 特别是这个大椎 就是你的脖子这一块 一定要把汗给擦干 再次的搓手 还可以干沐浴 就是沐浴 我们的脸 轻轻地抚摸我们的面部 让我们可以青春涌住 过一段时间 就会发现你的面部 越来越丰满 皱纹越来越少 斑也越来越少 好 还可以 干梳头 用我们的手指 从前往后 像梳子一样 用我们的手指 从前往后 梳头 头部呢 有很多的穴位 我最近呢 也是在研究这个头疗 我觉得效果特别的好 因为头部呢 是这个猪羊之穴 所有人体的经络 都会经过头部 我们在面部 美容十字 可能还不如在头皮上 美容一次 我最近也是在实践 然后以后的话呢 可能也会出一个专题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做这个头部的 好 现在 我们可以 全身放松了 你现在 可以看看远处 看看近处 你就会发现 你的眼睛明显的 明亮起来 头脑 特别的清醒 身心 很愉悦 最重要的是 你的心 安静下来了 世间 所有的快乐 都抵不上 一颗 安宁的心 我们 我今天的代工呢 就到这里 那 接下来的 还有五天时间呢 那我都会在 本群里面 带领大家练功 还有 讲解 我们这个 道家类单 相关的这个 理论知识 那等一下呢 刘老师也会把 以前大家 洗练 太极回春宫的 一些分享 发去你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后面几天呢 那每一天呢 会有一个 不同的内容 比如说 我会详细的 把这个太极回春宫 其中的 还有一些细节 会 重点的 分享给大家 你们掌握了这个 松腰松胯的细节之后 就会发现 这个 更加的畅通 这个热流 可以在全身的 流动 好 那我们今天晚上的 课呢 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可以 请你提问 如果你还有时间的人呢 我是建议 练一次 是不够的 你可以听着我的录音 再练两个周期 那么你一天呢 如果你只练这一节的话呢 那至少也要练到 四十分钟 你一天加起来呢 也起码要一个小时 你才会有 明显的效果 那如果 学完我们全套 功法的 朋友呢 那最好是 早上 下午 或者晚上 各列一次 那我们现在的课呢 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群里留言 再见 谢谢大家